只要说到清朝,尤其是清末,人们总会给其贴上落后,蒙昧的标签。 晚清时期,西方的摄影技术已经传入到中国, 百年后的我们可以从当时拍摄的老照片里来了解晚清社会现状和人们真实的生活。 这组照片原为黑白照,后经小编使用AI技术上色。 因个人技术拙劣,上色照可能略显失真,但小编仍然相信, 他们比黑白照片更能真实地在线清朝末年的社会面貌。 上海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合影 途中有三个女孩的神态很有意思, 她们都歪着头没有正视镜头, 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照相会摄取人们的灵魂。 这三个女孩可能正因如此才会避开镜头。 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中间那位模样清秀的女子眼睛位置被挖空了。 尹君子躺在木板上吸鸦片。 两个尹君子正躺在木板上吸鸦片。 左边那位显然刚刚吸完鸦片, 正在闭幕享受毒品带来的快感。 清朝官员与洋人会审判人。 租界区审理一些案件时, 租界内外国的审判官会与中国官员一同审理案件, 但是审判权实际上完全操纵在外国人手中。 审判时, 外国审判官都会偏袒等国嫌犯, 导致很多案件最终审理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公平公正。 帽蝶老者骑瘦驴。 老者头戴满族传统帽子, 骑着一头瘦弱的毛驴。 老者低着头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 任由毛驴在路上行走。 满清贵族妇女。 清工具演员们穿着的满族服饰都是经过现代人改良的, 其实清朝时期,满族服饰即便使用了昂贵的丝绸当布料, 但是穿在身上却非常臃肿又肥宽,毫无美观可言。 农民在地里使用脚踩水车。 脚踩水车是一种饮水灌溉的农具, 也是中国古代农耕智慧的结晶。 脚踩水车需要两人或者两人以上配合劳作, 且每个人踩的力度都要保证一致。 富商和他满周岁的孩子。 富商对这个孩子很是喜爱, 在孩子满周岁的时候, 专门带着孩子来到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在清朝末年, 因为照相技术刚刚传入到中国, 受制于当时照相技术成本偏高, 所以能到照相馆拍照的人都非富极贵。 两位年轻的戏曲演员。 前面这位戏曲演员扮演穿着汉代服饰的皇帝, 后面的那位扮演玉帝。 老话常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别看这两位戏曲演员年纪很轻, 他们从七八岁就已经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 新军卫生队救治伤员 服务清朝的新军在演习期间救治伤员。 甲午中日战争后, 战败的清政府痛感乡军、 淮军、防军和炼军不堪重用, 于是编练了新建陆军, 因新建陆军使用的武器装备皆是洋枪洋炮, 编制和训练也是效仿的西方军队, 因此而又得名新军。 仿杀工使用手摇仿杀机, 赤博的工人使用手摇仿杀机仿杀, 一名精工在机子前看仿杀的质量如何? 此时西方国家已经大量使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仿杀, 其仿制速度比起人工手摇要快太多。 三个女孩合影 这三个女子中,两边的两个是汉族女孩, 因为她俩裹着小脚,女人裹小脚是汉族的习俗。 中间的女孩,从衣着和正常尺寸的脚来看, 应该是一个满足少女。 乞丐衣着破烂满面愁容。 三个衣衫蓝绿的乞丐聚集在一家小吃店旁边, 希望店铺老板善心大发能够施舍给他们点食物。 年长的乞丐更坐在路边, 右手拖脸满面愁容地看着摄影师。 五字花白的老官员 清朝以前朝代的官员退休年纪一般是70岁, 而清朝允许官员60岁就可以退休。 不过想要退休,还得需要主动上榜。 经过审核通过后才可以退休, 也并不是到了60岁就会被强制退休。 走出花轿的新娘。 新娘左秀遮面走出花轿, 花轿的顶上插着长花的植物。 周围几名围观者对于照相机的好奇, 显然更甚于新娘子的模样。 街头的前铺。 前铺的柜台上放着一串串穿好的铜钱, 柜台右侧放着称银子的等称。 人们如果临时需要用铜钱, 手头上却只有银子的时候, 就可以来到这种钱铺, 将银子兑换成铜钱。 死刑犯的处决现场人山人海。 拍摄地点可能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处决现场人山人海。 中国古代处决犯人一般都会选在, 在人来人往的闹市, 目的是让看到处决现场的百姓遵继守法。 父亲给儿子捉狮子。 清朝时期老百姓一个月都不会洗一次头, 这就导致人们头部卫生状况极差, 很多人头上都长满了跳蚤, 经常起养难耐。 祖孙三人去赶集, 爷爷和奶奶带着幼小的孙子孙女去赶集, 爷爷躺着扁担, 小孩坐在前面的框里。 奶奶因为裹着小脚, 行动不便, 只能拄着拐杖行走。 驿站的驿族。 清朝时期, 驿站按规定需配对十匹驿马, 但是因为驿站管理上的漏洞导致腐败现象严重, 大多数驿站往往只有四五匹马, 个别驿站甚至只有两匹马。 懂事的哥哥背着弟弟。 亚兄弟的父母可能忙于生计, 无暇照顾孩子, 只能让哥哥帮忙在家照顾年幼的弟弟。 哥哥显然很是宠溺弟弟, 一直背着他。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